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烏鸭与狐狸 有一只狐狸,很多天都没吃东西了 它觉得很饿 狐狸走到森林里寻找食物 忽然看到树上有一只烏鸭 烏鸭的嘴里正咬着一块肉 狐狸对烏鸭说 你的羽毛好漂亮啊 高星一定都很好听 你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给我听啊 烏鸭听到狐狸的赞美 觉得非常高兴 就开口唱歌 嘎嘎 结果它嘴里面那块肉就掉下去 狐狸快速把肉捡起来吃 烏鸭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被骗上当 但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饥饿的狐狸想要吃了烏鸭口里面的肉 所以说了很多赞美的说话 欺骗烏鸭开口 结果烏鸭真的上当了 小朋友 真正的朋友 会在你做错事的时候 严厉地指证 并且要你切法地改过 那些总是说着甜言物语的人 对你是没帮助的 烏鸭与狐狸 有一只狐狸 很多天没吃东西了 它觉得非常饥饿 狐狸走到树林里尋找食物 忽然看到树上有只烏鸭 烏鸭的嘴里正咬着一块肉 狐狸对烏鸭说 你的羽毛好漂亮呀 歌声一定也很好听 你可以唱一首歌吸我听吗 烏鸭听到了狐狸的赞美 觉得非常高兴 便开口唱歌 加加 结果它嘴里的那块肉 便吊了下去 狐狸快速地把肉捡起来吃掉 烏鸭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上当 但后悔也来不及了 饥饿的狐狸想要吃烏鸭嘴里的肉 所以说了许多赞美的话 欺骗烏鸭开口 结果烏鸭真的想当了 小朋友 真正的朋友 会在你做错事时 严厉的指证 并要你切发改过 那些总是说着甜言物语的人 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狐狸与烏鸭这个故事 如果你都喜欢听故事 请点网站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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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